房地产是最凶险的泡沫一场慢动作的火车托轨事故正在发生,作者陈志龙当危机爆发格林斯潘,惊讶于银行没有更好的管控风险时,我们则惊讶于他的惊讶。 摘自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秋前后,万科会场流出的火下去,让人感受到房地产市场的韩戏逼人,其在厦门等一些龙头城市房价打六折,甚至半价要攒清仓的信息,更是印证了市场的困境而今年以来,多地出现了罕见的土地流拍的现象。 前七个月全国土地一共流拍了796宗,其中一线城市土地流拍13宗,同比增加了225%。 创下2012年以来的新高,二线城市流拍了154宗,同比增加了100%,三四线城市土地流拍量更大达到了629宗,同比增加了121%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最新数据显示, 2018年1到8月全国300成功推出各类用地18468宗,流拍890宗地快占推出土地宗数的4.8%较2017年上升,1.2%前几年撑杆跳高价拿地的一些地产商,寻死密活地动用各种资源,哭着闹着要退, 对,的一如在售楼部门口打着条幅要退房的房脑,在房地产市场中百事波动,中土地流拍市场有的,但像今年这样大面积极端性流拍,十分罕见一位规模不小的地产商说,市场显然是没钱预期,已经变化了一场慢,动作的火车脱轨事故正在发生。 这位在华东一线城市从事房地产开发,20年地老板前两年已经出空了所有项目,他说以他居住的上海那个小区每平方米,15万的价格市值,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GDP,想想这是让人担心的中修在图书馆查资料。 看到韩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正宇教授的一篇,名为韩国的财富,资本获利于所得的不平等文章,文中说上世纪80年代,韩国地价,为14兆636亿美元,仅次于日本45兆400亿美元和美国道29兆500亿美元。 韩国地价是加拿大的5.7倍,是法国的9倍美国和加拿大的国,土面积是韩国的100倍左右,按美平单位计价,韩国地价是英国的4.3倍,是美国的50倍。 这些数字令人吃惊,当时卖掉韩国的土地,可以买6个面积,是其100倍的加拿大,或者可以买9个面积5倍大的法国也可以买半个美国,这就是泡沫经济创造的财富幻象。 而泡沫一旦破灭,必然伴随着财富的换灭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数以百计的银行破产银行不良资产,超过了二战战败的经济损失。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9类大亨苏续名的财富净值最高时达到1000亿泰铢而泡沫破灭,后,只剩下100亿泰铢。 朱伯南克进入白宫前是研究大萧条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在关于大萧条研究中多,次引用过一个经济学常识性预言杰赛尔悖论,一位投资者在市场较好时买进了很多股票,他惊讶地发现他买入以后股票很快就上涨,而他越买股票越涨,于是他认为自己是个聪明的投资者,于是继续加码,甚至举债买入当时, 外部环境似乎很好有强劲的经济增长,有繁荣的制造业有持续上涨的市场,最终他把那些股票一路买到了很高的高价,他觉得可以套现离场了,于是他给经济人打电话要卖股票, 对方犹豫片刻反问道先生,这么高的价格都是你买出来的,如果你不买了你想把它卖给谁呢? 这是关于泡沫经济,最经典的杰赛尔悖论及价格到最高位时你卖给谁? 赞助商,连接赞助商,连接房地产市场的每一次危机,都在丰富和完善决赛尔悖论。 博南克用这个经典故事来验重次贷危机,前美国的房地产市场,金融系统创造信用和货币成数的能量是巨大的, 但正是这种无限的货币和信用,创造制造了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投机狂潮,美国住房价格的飙升,具有经典的狂热泡沫的所有特征,从本世纪之初的互联网泡沫到此,后的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次第衍生,通常没有什么预热过程,其经典的逻辑和路径如下, 低利率释放的宽松货币洪流,把投机泡沫推向高潮后,必然出现买方对卖方的大量过剩,导致已经涨得离谱的资产,价格继续攀升否则价格水平绝对达不到那样高的费点。 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的如珠妙宇当危机爆发,格林斯潘惊讶于银行没有更好的管控风险时,我则惊讶于他的惊讶, 任何一个投机市场都有这样的特征在价格最高区间按捺不住冲动的最后一批买家倾其所有全仓杀入购买欲望得到满足净价消失, 市场上就只剩下卖家就会出现杰塞尔被论信贷资源的严重挫配和扭曲会引发金融崩溃, 一个微小的意外或流言都可能触发市场坍塌,所谓的一根针筒破天。 当大多数投资者都形成群体性共识,认为价格还会上涨并对此深信不疑时, 价格上涨可能会突然停止。 当古典骤停时人们发现不动产的流动性可能睡肩枯竭,膨胀类泡沫像一堆年化糖被水打失后那样缩成一团, 所有的参与者会迎来宿醉般的痛苦,泡沫破灭。 重创金融体系从1993年到1997年,日本几家系统性大银行的不良贷款从50万亿日元飙升到100万亿日元人类近百年的经济危机时, 一再警示我们,不动产泡沫是最凶险的泡沫,它迟早会破裂最终一定触发信贷危机, 尽管危机爆发前从货币当局还信誓旦旦,这次与上次不一样这次不会有问题, 房地产诱发的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大多数金融事件失败,都源于一种盲目的自信贪欲者对既往经, 验所做出的精确预测屡事不爽,于是他们更加自信更加自负不断加码将赌注翻番, 甚至危机已经爆发权威人士还不以为然,地生趁着只是次级贷款,遭遇的一次小规模危机, 所有人都搭成了群体性共识,而等危机来临时才恍然若梦,其本质还是羊群效应虚实下的思维盲虚, 所有的个体风险集聚为国家风险,实力雄厚,如美国这样的国家最终也出现, 戛然而止,德明斯基时刻和灰犀牛时刻, 美国人在反省和检讨次贷危机时,说政治家与中央银行家,一次次以鸵鸟姿态不敢直面危机, 他们坚决阻止经济的自我纠正,阻止市场进行自我救赎, 最终到金融海啸几乎把华尔街彻底埋藏至暗时刻, 他们才如梦初醒,美国使梦想绑架了房子,也绑架了金融体系, 和他们的决策者这也一再说明,当政府炮制的道德风险,廉价货币和过度干预演化为危机时, 美国政府的对策就是更败坏的道德风险,更廉价的货币和更严厉的政府干预, 正如保尔森在敦促国会通过首期7000亿美元就是计划时的字节式反问, 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不田地的,但是我们必须要首先度过暗夜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走过了20年的由今岁月, 小周期性调整是常态没有出现过类似日本、韩国和美国的系统性危机, 但没出过大问题不等于,没有问题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当年困扰日本, 韩国的房地产泡沫问题,特别是一些龙头城市房价已出现杰塞尔悖论, 一套房子动辄上千万,新的购买率出现断裂贷面临卖给谁的问题银行已经恐高, 在胆大的银行也不敢为所欲为的放贷, 了信贷支持近乎枯竭,长期得到无限信贷支持的烈火烹油, 的泡沫无法再继续冲气气球瘪下去是自然的, 人类过去100年金融危机时, 十之八九,都是半岛在房地产上, 如果非要执迷不悟,不见棺材不掉泪, 必将付出巨大而惨烈代价30年前的日本, 20年前的东南亚,10年前的美国, 金融和房地产的过度膨胀放纵之后, 决策者过分高估了,他们对市场的预测能力和操控能力, 最终都犯下了严重的历史性错误, 我们会不会遭遇以债务危机和房地产危机, 未代表的灰犀牛事件,我们能否躲避杰塞尔悖论的宿命, 这是当下类似李悦瑟之问的世纪难题, 作者陈志龙南京大学长江翻角洲, 捐继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财经作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